阿倫 阿倫 我到家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么快啊 阿倪 嗯 我明天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当然可以了 我会一直守在电话旁边等你的 那就说好了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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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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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行吗 阿倫 这是你是认识的干儿子吗 我 张子东 今天我心情好 不跟你一般见识 这是我的新男朋友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当了这么多年圣女 就是因为我在等他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老浪漫了 我俩是在婚姻介绍所认识的 阿倫 你对浪漫的理解也太肤浅了 你看人家小伙长得挺利润的 怎么都行 怎么看着阿倫了呢 阿倫 你是不是又虚构了很多你不具备的优点 你比如说你会做家务 会烧一手好菜 完了自学推拿按摩之类的 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说我是企业高管 家务活一样不会干 他说啥 我会呀 我就发现这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 就缺少这么一个闲内住的男人 阿倫你说他能看着你哪 你就说吧 他能看着你哪 缘分 你们知道吗 我跟他 我们俩小的时候 竟然在同一个托儿所 这是不是缘分 你真是好傻好天 真的很二人 男人啊 就是这样 就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我最珍贵 我最珍贵 虽然阿倫嫁出去 是咱们以及全世界所有男人的心愿 但咱们也不能一眼睁睁看着他被那个小白脸给骗了呀 阿倫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再准备一堵南墙 我的意思是他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准备点泪 我的意思是他不见南墙不掉泪 你说明白呀 他不见棺材不创南墙 他跟你说话太累了 那你搞我准备什么呀 我好 我是你 别喜听 我说你 我来讲 谢谢观看